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河西守军纷纷调往内地平盘 土藩趁虚占领河西走廊长达80多年 河西走廊被土藩占领后 唐朝西北边境大大收缩 白居于在《讽御师西凉记》中写道 平时西周万里江 今日边防在凤翔 就是感叹西北边境防线收缩后的严峻形势 边防收缩至凤翔的最严重后果 就是连长安也吐入在土藩的军事威胁之下 因为凤翔离长安很近 缺乏战略纵深 一旦凤翔不守 长安就很危险了 果然 在唐代宗广德元年 突翻绕开凤翔 从荆州滨州进军一举攻陷长安 迫使唐代宗逃往陕州 后来靠郭子怡纠集各地翻阵兵马才收复长安 经过沉重教训 唐朝朝廷一直将丢失的河西地区视为新病 多次策划用兵收复 但此时唐朝常为翻阵割据 宦官专权 彭党相争的问题所制咒 根本无力出兵河西 白居于在西凉记中最后痛陈 明明长断在凉州 将族相看无翼收 天子美思长痛惜 将军欲说何残修 奈何乃看西凉记 取笑自欢无所愧 纵无智力未能收 人取西凉弄为西 说的就是这一痛点 到了唐圈宗时期 土藩王国发生内乱 国势急剧衰落 沙州人张义朝趁土藩国力衰弱 率各族民众起义 居逐土藩守军 先后收复沙瓜干素 苗西一等州 并且使进县图级 表示归顺唐朝 毫无疑问 无疑从当时还是现在的眼光来看 张义朝都是收复何系的大英雄 然而唐朝虽然任命张义朝为 归义军节度使 给予一定的封赏 但实际上并不信任张义朝 甚至想帮设法削弱 遏制打击张义朝的势力发展 这是为什么呢 别着急 且让我们回顾一下张义朝收复何系的始末 了解当时唐朝面临的复杂政治局面 才能搞清楚这个问题 唐武宗会上二年 土藩赞谱朗达玛被自杀 朗达玛是土藩历史上的昏军 他生活奢靡 嗜好饮酒填裂 又实行毁佛政策 在国内不得人心 朗达玛死后 他的两个儿子 麒麟湖和威松 分别被两派全神所拥立 土藩占领河西 龙幼的重将领 也纷纷卷入两派之争 善州节度使尚避避 洛门川陶基使论孔热为首的两派军阀 分别支持启黎湖和威松 在河西拢幼地区展开了大混战 土藩内部的军阀混战 导致其国力严重削弱 848年 张义朝趁虚联合沙州的释迦大族 起兵居主土藩势力 土藩首将听到张义朝起兵的消息 立即撤出了沙州城 很可能是因为此时土藩守军 已经调往上避避 和论孔热在拢幼交战的战场 已经完全无力镇压内乱了 张义朝一举攻下沙州后 一面进兵收复与沙州唇齿相遇的瓜州 一面派人前往长安 向唐朝朝廷上奏收复沙州的消息 当时沙州与长安之间 隔着宿 甘 梁 河 兰等州 都还在土藩军队的控制之下 张义朝的秘史只能隐藏身份走小路闲行 路途遥远艰难 凶险异伤 为确保消息能够安全传到长安 张义朝共派出始路秘史 分别走不同的路线 最终十路秘史中的九路都下落不明 只有从东北方向横穿阿拉扇沙漠的大将高进达 花了两年的时间 绕道竟由唐朝设在河套地区的天德军 到达了长安 向唐宣宗报告了沙州回归祖国的消息 张义朝在前史上奏的同时马不停蹄 东征西讨 先后收复了沙 瓜 素 干 梁 一 西七州 可以说除了极偏远的庭州之外 几乎恢复了唐朝开元天堡实习河西节度史的辖区 更重要的是把土藩势力完全驱逐了河西地区 使河西到长安乃至中原内地的交通线重新畅投 这对唐朝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张义朝前史到达长安后 唐宣宗先后授予张义朝沙州四史 沙州防御史 归翼军节度史及瓜沙甘肃等十一州观察处置史等之 实际上是承认了张义朝在以沙州敦煌城为据点的河西地区的统治权 为了巩固统治 张义朝在辖区内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第一是笼落世家大族 张义朝是沙州敦煌县神沙相信义礼神 虽是本地人但出身普通百姓 并非当地豪族 记载张义朝旨自皈翼军第二节度史张怀申世纪的张怀申碑 称张义朝出自南洋张市 足先未曾担任北厅都护的名将张松 父亲张千义为唐朝公布尚书 但这显然是事后盘腐 张千义如果真是公布尚书上的高官 现存敦煌文书中归义军之前的文件中应当有所体现 但实际上并没有 而且张义朝孙女的穆志明张氏穆志明并续 在追溯祖先世纪时 记载张千义生前曾行遵变法 坐镇树身 如果唐朝真有这么一位尚书级别的高官 失陷土藩并被迫遗风改俗 在唐朝史书中必然会作为一个悲惨案例大书特殊 但事实上依然是没有 所以张义朝的家族很可能只是敦煌的普通老百姓 张千义的公布尚书一直是张义朝发达后朝廷追赠的 正因为张义朝出身平民 他统治沙洲就必须依靠世家大族的力量 实际上张义朝在起兵收复沙洲时 就得到了沙洲各大家族的支持 特别是在沙洲洲城所在地敦煌县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索、李、曹、殷、宅、吴、宋等家族的支持 为报答这些大家族的支持 张义朝不得不在政治、经济上给予他们相应的抽狼 张义朝笼络这些世家大族的办法有三个 一是没收土藩贵族在沙、瓜等州的牧场 分给这些大家族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 二是安排这些大家族成员进入龟义军幕府中担任重要文武官职 三是和几个特别重要的家族进行政治联姻 根据现存敦煌文献记载 张义朝至少有14个女儿 其中三人分别嫁给索勋、李明镇、殷文通 张义朝的这三个女婿都在龟义军后来的历史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第二是建立政权机构 张义朝废除了土藩的官制 按照唐朝藩制 按照唐朝藩镇体制建立起龟义军的幕府机构 设置兵马使、督御侯、鸦役、参谋、判官、推官、孔木等幕府官职 现存吞煌文书中还多次提到龟义军设置有 静奏院、督炎院、化院、马院、军资库司、仓司、柴厂司、草厂司、草厂司、座芳司、修造司、驱博司等机构 可见龟义军的管理机构分工很细体系非常完备 第三是改革基层组织 张义朝废除了土藩的部落制 在州以下恢复唐朝的县、厢、礼、厢等基层行政管理机构 例如沙洲敦煌县、夏侠敦煌厢、墨高厢、神沙厢、龙乐厢、红池厢、红润厢、孝谷厢、赤心厢、平康厢、慈惠厢 共11个厢 此外还恢复了开元天宝时期的军阵 加强地方军事防御 在原有8个军阵的基础上增设玄权、紫廷等军阵 军阵涉军史或镇厄史大多有所在的县县令兼任 实行军阵合一的管理体制 第四是家教文化教育 在统治较为稳定的沙洲、瓜洲设立州学、县学、香学等学校 推行儒家思想文化 同时投入巨资修建佛寺、开凿石教、建造佛像 大力宣扬佛教文化 完善佛教管理机构、任命高僧大德担任都僧同等僧官 敦煌地区佛教信仰十分流行 许多世家大族都有重要家族成员出家为僧 龟义军通过将他们纳入体制内管理 既能有效控制这些世家大族 又能利用佛教思想文化收览人心 可以说是非常高明的政策手段 张义朝在唐宣宗任命为龟义军节度史十一周观察史的同时 还被授予亚帆落史一职 亚帆落史是周晚唐时期设立的管理归附的边境游牧部落的官职 张义朝被授予这一职务 是因为张义朝并没有一刀切的废除土藩的部落制管理模式 而是区分不同风俗习惯的民族群众对汉族人实行献相至 对正然保持游牧生活的土藩、党像、土骨魂、回骨、温墨、枪等民族保留部落制 这样充分照顾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 有利于各民族群众和谐共处 缓和民族矛盾 龟义军能够在远玄流沙、虎汉郊处的复杂正式环境中维持统治近200年 与其在辖区内部实行灵活、宽松开明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 在张义朝修建的墨高窟第156窟南壁和东壁会有著名的壁画 张义朝出行图描绘了张义朝平定梁州 备受与龟义军节度使之之后出行巡视的画面 圈图尺寸巨大、场面壮观、气势灰猴 皆保存相对完好 是敦煌石窟中最珍贵的宝藏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图中有一族舞者分裂两行 异形带着唐朝流行的福头异形着土藩式服装 着土藩服的异形舞者的舞姿 与藏族流传至今的灰秀杨媚 大族儿歌的舞蹈动作十分相像 由此可看出张义朝收复何西后境内 汉族与土藩族和平相处的境况 当初张义朝起意收复杀猪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唐玄宗君臣确实为之兴奋了一番 但随着张义朝在何西市如破竹先后将沙、瓜、素、干、梁、一、西、七州纳入麾下 这就引起了唐玄宗及其执政班子的高度解决 此后唐玄宗以及继任的唐玉宗、唐西宗、唐肇宗都坚持对归义军执行一种暗中遏制的政策 力图遏制归义军的实力发展 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一、未受与张义朝何西节度使一职 张义朝起于沙州 成功后便自称涉沙州四世 设的意思是尚未经过朝廷批准只是临时代理 张义朝上奏朝廷的表文就是以设沙州四世署名落款 这表明张义朝对唐朝朝廷是非常公顺和尊重的 大中五年二月 张义朝的密室辗转到达长安 唐玄宗得知张义朝驱逐土藩收复沙州自然十分高兴 他认明张义朝为沙州防御使 意图借重张义朝的实力在河西经营一个据点 以削弱和牵制土藩 不过张义朝毕竟不是唐朝朝廷的嫡系 处于衰落中的唐朝的威望和实力 不能确保张义朝完全听话 所以唐玄宗虽然希望利用张义朝成为制约土藩的力量 但并不希望这支力量过于强大 此时的唐朝已经吃够了藩镇割据的骨头 绝对不允许离长安不算太远的河西地区 再出现一个不服从朝廷的强大藩镇 但是张义朝的期望和朝廷的战略打算不太一样 张义朝一举收复沙瓜二周后一鼓作气 又攻克肃干二周 进而跳投西征 打败高昌回谷 取得西一二周 不难发现张义朝用兵的地方 全部都是原来河西节度使管辖的地盘 很明显张义朝的打算是取得河西节度使 原来所管辖的全部地盘 进而使朝廷承认继承事实 任命他为河西节度使 大周五年七月 张义朝已平定了原河西节度使管辖的 除了亭州两州以外的全部地盘 派见其兄张义坛到长安进宪 在战争中获得的唐朝天宝时期的河西各州突击 这明显是在施以朝廷任命他为河西节度使了 在张义朝看来 其自请河西节度使经节 是他为国效力施展报复的一种行动 但在朝廷看来 这种做法近乎要挟是难以接受的 因此围绕着是否授予张义朝河西节度使经节 唐玄宗朝廷里的一般宰相 学士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的认为张义朝功勋盖世理应授予 有的认为坚决不能 否则必将其助长及跋扈倾向 称为像河北三镇那样的 又一个难以驾驭的强反 最后唐玄宗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措施 也就是将张义朝的沙州防御使职务 晋升为节度使 但不是河西节度使 而是另设一个新的藩镇 诺与龟义军的军号 辖区则指定为沙瓜 甘肃 宿 伊 西 善 和 蓝 明 阔十一周 因此张义朝得到的是 归义军节度使 十一周观察处置使的职务 请注意 这十一周里面 恰恰没有河西节度使 所制的最核心城市 梁州 可见唐朝并不打算 让张义朝继承原河西节度使的衣钵 为此不惜把拢右地区的 扇 河 蓝 米 阔等周划给张义朝 以此作为筹码来交换梁州 不让张义朝取得梁州这一战略重镇 张义朝未能获得预计的 河西节度使一职内心自然是失望的 此时 原河西节度使所制的梁州 尚在土藩的控制之下 张义朝事实上还没有造成 完全控制河西的既成事实 唐朝不受与张义朝 河西节度使一职 也不是没有理由 因此张义朝还存有一丝希望 他下定决心不惜代价打下梁州 二 设置梁州节度使 不准张义朝燃指梁州 梁州是连接河西 隆右的战略要地 土藩在此部署了重兵把守 为此 张义朝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张义朝先是出兵 牺牲盘踞在伊州纳直县的回谷部落 在稳定了后方之后 参与大中12年 清帅归义军精队主力部队攻打梁州 经过三年苦战 张义朝终于在唐义宗 咸通二年攻克梁州 张义朝迫不及待地 派出使者再到长安 向朝廷报告收复梁州的好消息 此时唐宣宗已经驾崩 新即位的唐义宗比唐宣宗更狠 他不但没给张义朝想要的河西节度使一职 而且决定另外新设梁州节度使 管辖梁 陶 林 善和等州 同时任命张义朝为瓜沙节度使 管辖沙 瓜 甘 肃 兰 伊 明 阔等州 这样一来不但明确地表示 梁州不可能交给张义朝 而且缩小了张义朝的辖区 至少在名义上让张义朝减少对西 善 河等州的管辖权 这对张义朝来说不致是一个重大打击 梁州在张义朝军队的占领控制下 唐朝在梁州新设翻阵 就要派人来接管 但是这个时候的唐朝国力已衰 唐义宗虽然一心想要把梁州控制在手 实际上却没有这个实力 为此唐朝朝廷只能采取一些退而求其次的做法 一是调天平军节度使 陪迟为零五节度使 兼任新设的梁州节度使 二是调运州天平军2500人跟随裴石赴胜 驻守梁州 三是在过渡期内和桂义军共管梁州 有计划的办理交接 此时梁州节度使为唐朝派出的裴石 而张义朝的女婿李明镇却在同时单身着梁州司马一职 可谓双方共管梁州的一个旁证 可悲的是 唐朝拼命地将桂义军排挤出梁州 本身却无力经营梁州 根据敦煌文书9月5日张义朝奏表 及10月3日朝廷披达 贤通11年9月张义朝身在长安时上奏称 贤通二年收梁州 今不知却废又砸翻魂 经传温莫格勒往来 累寻北人 接云不谬 可知此时由于唐朝防守不力及补给不足 梁州已被温莫人所占据 何期到长安的交通再次被阻断 张义朝对此痛心疾首 上奏请求朝廷允许归一军出兵再攻梁州 唐朝表面上对张义朝的忠心急于表扬 但最后却批示 尽知繁荣之状 不便改移 兼以允一一切争旧 也就是不允许归一军出兵梁州 可见 在唐朝看来 温莫人不像土藩那样具有威胁性 因此宁可放任温莫人占据梁州 也不准张义朝的势力再度进入梁州 三是迫使张义朝兄弟先后入朝充当人质 唐朝新设梁州解渡使 并任命张义朝为刮杀解渡使 加深了张义朝与朝廷之间的分歧 张义朝是平民出身 急需借重朝廷权威来稳定内部局面 而且张义朝本人却有忠心报国的思想 他与朝廷的矛盾实属情非得意 不是他所乐见 因此朝廷的做法让张义朝感到深深的不安 当初张义朝之兄张义坛入朝进县突击 就被朝廷任命为散记长治 留在长安当官 实际上是充当人质 按照唐朝惯例 只有那些不被朝廷信任的藩镇 才需要派人质留在长安 张义坛被留 清楚地表明朝廷对龟义均是信不过的 张义坛在长安生活了16年 于贤通8年去世 这时龟义均需要再派一名人质前往长安 以维持与朝廷的关系 藩镇的人质一定要是节度使本人的父子兄弟 只有这些古咒至亲才有资格充当人质 派谁去 这无疑是困扰张义朝的一个大难题 最后张义朝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重大决定 张义朝决定亲自到长安当审治 这样做乍一看令人意外 但仔细一想 这实在是一个大胆而高明的决策 张义朝亲自充当审治 第一是充分表明龟义均对朝廷的忠诚 二是张义朝可以利用身在长安的便利 开展一些协调活动 为龟义均谋取更多政治利益 第三是留出一个过渡期 培养张氏下一代提前接班 防止在张义朝死后 朝廷产生派人来接管龟义均的念头 于是张义朝委任其侄子 也就是兄长张义谭之子张怀申 为龟义均杰渡留后 代掌军政事务 唐朝藩镇中留后一职 通常是由杰渡使的四子 或其他继承人所担任 张义朝以张怀申为留后 实际上是指定张怀申为继承人 在安排好继承人接班事宜后 张义朝便踏上了奔赴长安的漫漫旅途 一路上烈日狂杀 大风餐露宿的积履先兴 对从小吃惯苦的张义朝来说不算什么 张义朝来到长安后 被送予三公之一的司空一职 可谓慰籍人臣 又被自宅给田 还多次被皇帝单独召见 受皇帝邀请一起打马球 听音乐 生活条件非常忧郁 真正让张义朝感到痛苦的 是在长安的办事艰难 张义朝原本打算 利用他多年积累的声望和影响力 为龟义均争取一点利益 至少让朝廷承认张怀申的留后地位 但朝廷显然对张义朝殊职 思乡授受 节度使职位极为不满 对张义朝采取外冷内热的态度 但凡张义朝有所奏情 最终都得不到批准 张义朝在敦煌时 那可是威震四方一言九鼎的大人物 来到长安竟然处处碰壁 一事无成 这让张义朝内心十分失落和惆怅 而且朝廷对张义朝这样的翻阵人质 必然暗中安排耳目进行严密监视 让张义朝的日常生活各种不方便 更严重的是 要求屡屡得不到满足的张怀申 说不定会在一怒之下 做出对朝廷不幸之举 有可能威震身在朝恩的张义朝本人及家属 亲近人员的人身安全 张怀申悲对张义朝在朝恩的生活状况 有一些隐晦的描述 其中说到张义朝呼构玄蛇之极 行乐往而未来 额间梦电之灾 量有时而无命 春秋七十有四 受众于长安万年县宣扬方之四地也 卑文具体所指合适难以考证 但从用词上来看 张义朝的晚年过得并不愉快 甚至非常痛苦 这和朝廷的猜忌大概脱不了